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下面就很难去进行 所以刚刚上节课进行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困难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 如果没有就表示你们都进行得很准确哦 对不对 我只用这样假设嘛 有没有 有没有疑问 有没有困难 来 我们先问一下 你怎么问她的 你怎么跟她说的 你问说她下礼拜在做什么 然后她回答做报告 做报告 对 然后 老师你是要把全部节律讲出来 还是把过程讲出来 过程 然后就说 因为我们要求那个 说的准确啊 就每一个过程都要确定 因为你这样你换得到的结论才会完结 我问她说 那你是做什么样的报告 然后呢 她是说她在做苏格拉底对话法的报告 然后我再问说 那你做的感觉是怎么样 她说很麻烦 我说 呃 为什么会麻烦 是 然后她就说 因为他们要做的题目是关于真理 然后呢 我就说 那是因为 是因为团体做报告很麻烦呢 还是因为那个个人做真理很麻烦 所以先注意啦 你给了她一个选择 哦 对不对 所以 因为你给了她一个选择 所以她回答的时候她就可能 可以有第三个选择 好 继续 然后她说 不是因为团体做真理很麻烦 而是因为 真理这个题目本身很困难 然后呢 我说 为什么会觉得很困难 她说 因为 探讨到最后真理没有结论 没有解答 所以她觉得很麻烦 好 所以 那你就再问不下去了 对 我就帮助总结了 对啊 所以你看到没有 所以你看到没有 当我们要精确度的时候 你就不能继续有这样的路级 因为问这样的路级下去的路级是什么呢 就是你直接把她选择给她讨论 那你问她的话就解锁了 先花才五分钟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发觉困难 好不好 好 你呢 你问她是吗 你们两个 我问她圣诞节要做什么 她说她要 那是未来 那是未来事 对 因为圣诞节是未来事 对不对 所以不确定的 好 那你问她 现在是 好 过吧 刚才你们的过程 过 然后她说圣诞节她要去帮一个剧团搭舞台 然后我问说是什么样剧团 她说是狂天蓝天剧团 然后我问她说那是跳什么样的舞 她说是在跳舞套 我问她在哪里 她说是在热身导养乐的那谷堂 然后我问说是不是当天晚上 她们就要有一个演出 她说古时那演出其实是有两再还是三次 然后 所以我说那天是第一天 第一...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晚上马上要演出 所以她就要去到那里了 她就说其实演出是一号跟...一月的一号跟二号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问说 我就问说 所以现在她所负责的这个工作 搭设舞台 她要...她要做的事情是有哪些 然后她就告诉我说 她做的事情除了舞台之外 还有一些杂物打杂 然后我就告... 这时候我就掐了自己的判断 我就说...我就说对啊 因为你看起来是弱女子 如果要你搬的一些... 藏物还有支架 我觉得好像... 有点不合理 然后她就... 我就继续问她说 那她做这份工作 是不是会领到薪水 她就说不是 她是去... 致院的...去... 以义工的身份去担任这个工作 然后我问她...继续问她说 她为什么会参加这个剧团 她就说... 她就开始讲之前的事 我还要继续讲下去吗? 当然 你没有完毕啊 有...你怎么不想她 那很快就结束啦 你没有完啊 就继续讲啊 继续讲 我问她说 为什么会参加这个剧团 她说其实是... 三年前她在热身疗养院的时候 黄天南天第一次 这个剧团 来到这个热身疗养院 呃... 第一首先 我跟她们有接触 所以... 她就以这样子的回答 回应了我 问她说 为什么会认识这个剧团 因为她首先认识了这个剧团的朋友 因此现在以义工的身份 主动自愿地加入这个剧团的工作 然后她提到她非常敬仰的这个编舞者 然后我们要更深入地聊了 关于这个编舞者的... 现在发觉 你这个... 你在这个话里面 一共有多少话头 对啊 所以后来你回不来了 对不对 所以... 到底... 要跟她讲是什么 所以各位朋友们就发觉 那个... 那个... 包括她的事物 包括... 这个... 那个... 那个... 还有别人的理想 很多题啊 那这种状况上这样 所以我们如果随便跟一个人谈话的时候 让你如果时间多 没有问题 对不对 可是如果按照信息主义的这个规则 她就不能这样做 所以我们就说 会被人的理由真理 在于你本身所内在的理性 所以你... 你抓一个题目 然后... 一直问... 一直问... 把她后来自己 确信的那个部分出来就可以了 这样就很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话头 然后呢 确信的部分出来以后 就开始做价值引力 就做出来了 这个很容易 所以我们是说 这个... 这个心理主义啊 她后来度过了 她后来到格林根时代的时候 她做了别的东西的时候 就加强了这些问题 好不好 我只是找两位同学 做一个实验 等等我们再看 下一页我们看 那到了格林根时代的时候 她就开始有一个 严格的意义 那我们都知道现象学三种嘛 描述现象学 超越现象学嘛 跟从而不论嘛 对不对 所以我能够用描写的部分 那我就开始看她用逻辑 对不对 描写描写 当我不能描写的时候 那我就要超越 那我就要超越 那我怎么超越呢 所以她们就有别的方法 所以你看 她认为自然科学的曲线 自然化哲学的批判 这个同学 她说未经批判的 假定研究对象的事 将呈现在意识之中的万物 看作是死有的事物 出来了 这是第一个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刚才那个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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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起 当起 是不是 比如说 方起里面有一些东西是 沉显在意识之中 可是呢 这些意识 还没有成为死有物 现象学者把它当成的是死有物 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谈未来 谈未来 可以谈未来 这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谈未来 我们怎么去谈呢 未经批判 因为你的未来 你的理想 还没有批判 还没有讨论 你在想我家来做什么 比如说 举个例子 如果你跟我谈话 说 校长听说 你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 我说 对 那你退休以后要做什么 我就说 那我后来退休以后 我还有很多书想写 我还要 我欠很多书 我把这书上写出来 那你最想完成的是哪一本 你最想先完成的是哪一本 哦 我有一本书 叫做 《夕阳认识论词》 我已经写了八百页 我还有一百多页就可以写完 一百多页大概就是 一页七百五十字嘛 一百页大概就是七十五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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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想先完成这个 你再问你问不下去啊 你要问再问怎么问 aste 下来 你看看东方的都是东西 对不对 一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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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啊 还没用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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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说那 你为什么想起来说 还没用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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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为什么他最想完整个第一位的书 就是退休以后的第一位的书 第二个东西 第三个东西 想想 你有没有想到 第二个东西 第三个东西 因为我被我回答的时候 你一直在问 你一直在问 你呢 齐许是什么 为什么想起来 因为可以 各位有发觉 其实你们内容都是差不多 可是因为你有不同的问题 会有不同的结果 对不对 刚才他记者的问题 他有三个问题 三个问题我都可能会拿不同的结果 对不对 你对刚才你为什么想起这些东西 你现在不能说 你有什么期许 你有什么想干嘛 都一样 不同的问题 有不同的回应的方式 我都没有回答 因为我就是说 你有多少个问题的方式 所以有个责任来说 你有多少的问题 你就会有多少的答案 而每一单事实就是习乏 所以将呈现在意识之中的夸张度 看过是识有识 要轻易地承认 知识的可理 可诚意性 要意识有识有化 而没有实际的解讨 人类的认识 就是这样 他都要一起去评论 他认为这东西 他认为这些东西 是可护的 所以因此 他认为 都可以学过这些条件 是 不能有意思的 不能有意思的 你有意思的 所以他要根据实际的东西出来 所以看到我们前面这个逻辑 做到的时候 他都在做出上面的干嘛 这未来的事情 看到没有 这是福塞尔的问题 不把意识活动 视为一个石油性的人 对外在石油性世界的刺激 所产生的被动性来源 而是单纯地研究意识的识相性 你才去上来的意识相性 所以我们只问你 气固是什么 没有办法说 那个时代的东西 所以第二 把在意识这个中 呈现出来的对象 视为认识活动的对象 并研究它的本质 而不是作为外在世界中 具备始终性和的始终性在 世界因此而意味 成为一刻的体 意识主动性的能力 从官乐的作出去 一家一家一家 这是第二个 我们看到没有 所以在这边 他认为一个 一个严格的 如果我们在谈话里面 我要有严格性的话 我们第一个不能做太多的语示 所以刚才你用的方式 就是你一直问他 都是现实性的东西 那些存在的 比如说我的想法 我是存在的 对不对 你为什么知道 因为你喜欢对方 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那这个是可以的 好 现在我们来做一件事情 你们现在有十五个人 对不对 十五个人 三个一组 好 报数 就是五组 一二三四五 一到五 好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第五组 我们来做一件事 我们用这个 各位 把这两个 好 我们现在开始要准备做这里 好 来 好 第一组请坐 好 第一组在这里 第一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第五组 怎么样 你们两个又是一组 你们两个又是一组吗 好 各位 现在请注意啊 注意看我这个模式啊 第二点 把意识之流中 所呈现出来的对象 视为认知活动的对象 那 意识之流中所呈现出来的对象 什么叫做 就是你现在意识里面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讨厌的一种人 注意这句话 我讨厌的一种人 跟我讨厌的人 一不一样 我讨厌的人 有没有具体化 有没有具体 我讨厌的人 有没有具体 有 我讨厌的一种人 在述说什么 某一种行为 某一种个性 对不对 某一种特质的人 如果这种人是符合我 我所认为的 他就是讨厌的人 对不对 不管张三理事 我讨厌的人指的是谁 张三或者理事 懂不懂 所以我现在给你们的题目叫做 我讨厌的人 不是我讨厌的一种人 看到没有 这有差别 记得不记得啊 我现在给你们的题目说 我讨厌的人 所以怎么样 所以我现在 先从对象 经验的对象 经验的对象 我已经有一个人讨厌了 对不对 我讨厌的人 对象 然后我述说 他的特质 然后我再从 这些特质 是不是 就是我讨厌的一种人 懂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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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了解 题目是 我讨厌的人 对不对 有对象 这种对象 显示出一种特质 这样的特质 是不是 我讨厌的一种人 懂吗 好 三个人 一个人 询问 另外一个人观察 另外一个人诉说 假说 假就问你说 请你告诉我 你有讨厌的人吗 你不要问 什么是你讨厌的人 不可以问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问他说 什么是你讨厌的人 就得问 你讨厌的一种人 懂不懂我的问题 要这样做 未来有 他就说 有 你接着问 那你觉得这个人 什么地方 让你讨厌 记出来 然后你把他归纳 有就问 是不是符合 这些特质的人 就是你讨厌的 一种人 懂不懂这个过程 过程懂吗 理解吗 如果他对方说 yes 那我们就开始检视嘛 那后来说 他说 不见得 我有讨厌的人 恐怕还不止这个 对吧 或者说 这个不一定完成 我讨厌 那就可以讨论一下 接着就完了 第二个人 观察的人呢 就要说了 观察的人 要质疑 质疑那个被 就是被问的人 你刚才所提出的 那些特质 真的是 你讨厌的人吗 还是说 真的是 你讨厌的 那一种人吗 懂不懂 所以观察的人 要能够明辩求好啊 会不会问 会不会做 ABC三人 A是问问题 对不对 所以 起始句是问什么 你有没有讨厌的人 有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讨厌的人是什么样 你们最喜欢讲的 长什么样子 长什么样子 他就说 长这样子 对不对 身高170以上 那这个就太厉害了 这个是数据 不行 要讲特质 完了以后是 接着他问 那是不是 你讲的那些特质 就是你讨厌的一种人 这个时候 那个旁观者 就是在旁边做评论的人 随时可以插手去问 他不可以问问题的人 他只能问被问问题的人 这样懂吗 不要说 你刚刚问题好烂 怎么可以再问 好吧 因为就要守这个规则 好